香港的亚洲电视7月6日报道江泽民死讯余波未评 新闻部最高领导高级副总裁梁家荣 9月5日宣布引咎辞职并且即日生效 新闻部副总裁谭威尔也递辞呈 有媒体人指出随着大陆资本入主亚事 新闻部收归大陆老板指挥指日可待 也有媒体人认为 香港开始效仿北京实行的舆论引导更是令人担忧 梁家荣在辞职时表示 我阻不到这宗新闻出阶 矛头直接指向下令报道的大老板王征干预新闻部 梁家荣在新闻播出两天后 已将辞职信交到管理层手上 但亚事管理层没有人挽留他 亚事9月5号发出公告 梁家荣的职位将由副总裁刘兰昌升任 梁家荣的说法和亚事新闻部人员的认知相符 江泽民死讯的消息来源是大股东王征 坚持播出的也是王征 但之后王征却公开说自己看电视才知道 令新闻部人员甚为愤慨 香港传媒报道 王征来头不小 他除了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企业家 盛宣怀的后人之外 他的母亲王云飞是江泽民妻子王也平的堂姐妹 而靠地产起家的上海富豪王征 获中共高调力捧当时王征宣布入股亚洲电视 就是获得五大国企的联合支持 香港明报透露 亚事新闻部内传 新闻总监接班人刘兰昌是大陆内地人民大学的毕业生 刘兰昌背后还有一名内地人陈毅忠 他是南方都市报前主编 因为没有香港居民身份 陈毅忠将以顾问形式协助刘兰昌 明报表示 亚事既管理层实现港人前台挂名 内地人幕后指挥 新闻部门也开始内地化 不过亚事错报江泽民死讯 引发连串后遗症还在继续 广管局开始对亚事大股东王征 在亚事的角色展开调查 香港立法会也介入了此事 香港著名评论员程翔认为 亚事未来走向如何还未知 但香港当局已经开始采用大陆对舆论进行引导的做法 这才是真正的忧虑 李克强返港期间 香港政府有一个很新鲜的做法 就是由官方新闻处发布这个新闻 照片片段给记者 让记者来采用 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寻常的 香港政府司司长唐英年明确地说 这个做法将会成为今后的一个模式 在香港建立一个中生部落就等于是 这个还是值得比较关注的 李克强最近访港 警方调动大批警力阻止民众 靠近他出席活动的各个地点 新闻记者也抱怨警方限制了他们的采访自由 在李克强访问港大期间 香港警方还在主校园实行了全面封锁 不过程翔表示 香港民众对自由很敏感很关注 当局一压制就会有很强大的反弹 香港居民的表现挺好 因为看到不对劲的地方马上出来反抗 这点我觉得坏事变好事 坏事就是当局想加紧控制了 但是你看他一控制 马上就反弹 这个力度这么大 就向当局发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就是说香港人是很在意 他们原有的自由 是不是给限制或者给报道的 事实上 对李克强访港期间香港当局的所为 香港人的抗议一直持续到现在 新唐人记者张丽娜 宋风 萧妍采访报道